张艺谋及主创团队详解北京冬奥会闭幕式 再见 一起向未来 今夜 雪花的故事终章落幕 但一起向未来的口号横久流传 今夜 冬奥见儿一一惜别 但天下一家的焰火照亮前方 2月20日晚 北京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 在国家体育场举行 点亮 缅怀 致敬 挥别 20日晚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 2022年北京冬奥会 以一场更加简约但充满感动的闭幕式 为这届注定载入史册的冬奥会圆满收官 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及主创团队成员 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 详解温暖与感动背后的故事 晚八十整 闭幕式准时开始 开幕式中经验亮相的巨大冰面地平 此时分外洁白静谧 纯色的冬奥会灰冬梦飘在冰面下 静待苏醒 雪花火炬悬浮空中 美丽的倒影投射冰面中央 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阐示说 当音乐响起 一群可爱的孩子出现在舞台 他们手持雪花造型的花灯 在冰面上尽情嬉闹舞蹈 随着表演进行 孩子们在不同位置用手中的小花灯 点亮的屏上的冬字会灰 一时间 花灯圣照 暖意融融 二月二十日晚 北京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 在国家体育场举行 这是开场点亮环节 冬梦从纯色冰晶 幻化为斑蓝的彩色 舞台和观众席上两万只灯笼 立刻随之被点亮 闭幕式在一片绚烂灯火中拉开帷幕 闭幕式导演沙小兰说 点亮灰灰 既点亮了冬奥会的宗旨 也点亮了舞台 温暖了冬夜 相较于开幕式二十四节期倒计时的唯美 震撼 闭幕式登场的手持花灯的孩子 更天灵动 活泼 闭幕式是校总监张玲玲透露 为完美呈现视觉效果 团队尝试冰冻了八立方米的冰块进行拍摄采集 对该环节的静态 动态测试达二百多次 闭幕式与开幕式总体上一脉相承 有不少熟悉的陌生人 张一谋取利说 在开幕式用希腊语演唱 奥林匹克会歌的四十多名河北富平山区的孩子 在闭幕式现场再次登场表演 开幕式中 他们身着洗净的红色衣服 闭幕式上 则改穿青花瓷样式的衣服 像一个个冰雪小精灵 曾经生活在贫困山区的他们 如今成功脱贫 这即体现脱贫攻坚的成果 和共同富裕的决心 更表达冰雪冬奥更团结的主题 2月20日晚 北京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 在国家体育场举行 这是孩子们演唱奥林匹克会歌 开幕式中 立春表演环节的蒲公英 从地平翩然飞向天空 化作焰火的画面惊艳众人 闭幕式上 类似的天地联动 再次呈现出别样的速度与激情 闭幕式分场导演赵徐可介绍 颁奖仪式前 测评播放运动员摘金夺赢 激情四射的精彩瞬间短片 短片结尾 一名高山滑雪运动员 从坡上高速冲落 滑雪板飞出测评 随即滑至场地中央 实现雪板从空中到地面的无缝衔接 而这块巨大滑雪板 就是颁奖台 为实现简约 高效 闭幕式基本沿用开幕式的道具 机械 闭幕式美术总设计李斌透露 地屏下的地舱是闭幕式各种亮点呈现的磨合 我们在开幕式进场前 就提前沟通设计 开幕式一结束 只需将地舱进行模块化调整即可使用 这对各工种间的配合度 提出了较高要求 当时二只生肖冰鞋 滑在起孩子们旋转飞舞 天地瞬间变为一方欢乐热烈的梦幻冰场 沙小兰介绍 冰鞋在地屏上留下的痕迹 逐渐形成一个中国节形状 与此同时由A2技术生成的美丽红线 在天空上优雅生长 编织成一个巨大的中国节包裹雪花火炬 与地面影像交相会映 运动员挥舞五彩斑斓的参赛代表团旗帜 在中国节线条的包裹中入场 世界各国之间的连接和大同在这一刻彰显无遗 2月20日晚 北京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 在国家体育场举行 中国节十二流云理睬 十二飘逸灵动 不停变换形态 地屏上的倒影也随之呈现不同的质感 李斌介绍 为实现这些变化 设计团队一共设计了55套中国节备选 团队对每一种形态都多次尝试改进 并根据现场灯光效果实施调整 运动员入场过程中 地屏上的中国节再次呈现新变化 身着不同颜色对服的运动员 不断填充中国节图案中的空白 形成七彩中国节 闭幕式舞蹈总监 分场导演张文海说 我们特意设计志愿者引导员手持灯笼 既烘托温暖欢庆氛围 也指引运动员在整齐行径中 逐渐构成中国节的画面 中国节代表美好的祝福 也寓意连接和连通 各代表团运动员在中国经历16天的比赛 生活 形成了新友谊 构建起新桥梁 彼此间拉近了距离 让奥林匹克大家庭更团结 莎晓兰说 2月20日晚 北京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 在国家体育场举行 这是代表团旗帜和运动员入场环节 闭幕式音乐统筹黄凯然透露 运动员入场环节的音乐欢乐颂 体现团结 博爱和平的理念 音乐选择的原则是国际 经典 既要耳熟能详 又具有互动性 欢乐颂是不错的选择 体现了世界大同的表达 但由于圆曲较短 音乐编排并不容易 经过集中在创作 不断尝试 最终改编版本 既满足了入场时间需要 也达到了传播效果 缅怀时刻 伴随悠扬的乐曲颂别 演员手捧发光柳枝 轻盈缓步进入场地 走过之处 微风轻浮 柳枝摇曳 地平中 柳絮翩翩飘弄 漫天飞舞 四离别愁绪 也是延续生命的种子 当人们汇聚场地中央 一束直径16米的白色光杯亮起 直冲天际 这是用光和爱助就的生命封碑 庄严而伟大 所有人仰望光束 仿佛在与逝去的生命对话 张艺谋介绍 当光束油白转绿 素白的冰雪地面 顺时被晕染成青嫩的绿色 西窝网蚁 杨柳依依 人们在绿意中长阳 对生命的告别缅怀和爱意久久不绝 生生不息 2月20日晚北京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 在国家体育场举行 这是折柳激情环节 自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开始 缅怀环节成为闭幕式固定环节 如何呈现缅怀的概念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理解 我们想表达的是 在深沉纪念的同时 有继续向前的希望和力量 闭幕式分场导演黄辉说 经过无数次一稿 我们找到这样含蓄 唯美 写意的方式折柳激情 用一首曲 一群人 一捧柳条 一束光 在春回大地的一片绿荫中 表达一起面向春天和未来 在演员行进过程中 地平配合演员行走路径 发出点点光芒 与发光柳条交相辉映 张玲玲说 这得益于地平精准的动态咬合 为准确诠释者柳激情依稀别氛围 团队搜集并制作了大量柳之造型的动态小样 同时结合现场演员 中央光束等联动演绎 最终完成设计方案 近一百版 2月20日晚 北京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 在国家体育场举行 这是折柳激情环节 我们始终认为 缅怀环节的主基调是冰雪融化 冬去春来 沙晓兰说 从另一层面讲 人类发展史一直在客类灾难中不断前行 尽管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四孽 但全人类携手共进 定能攻坚克难 春天终将到来 在奥运圣火熄灭环节 孩子们用纯洁稚嫩的童声 再次畅想2008北京奥运会经典主题曲 《我和你》 各参赛代表团执起首相中央汇聚 代表2008年 北京奥运会的星星五环升起 如此空灵浪漫 人们仿佛回到2008年那个神奇 振奋的夏日夜晚就在当时 也就在此地 张艺谋描述到 与此同时 雪花火炬缓缓落下 在空中与星星五环交错 对话 再次深情致敬 2008北京奥运会 圣火在孩子们的歌声中缓缓熄灭 围绕在火苗周围的雪花 顿时回落到地平 并缓缓向天空飘散 朵朵洁白的雪花伴随着音乐 逐渐绽放出金色光芒 温暖又耀眼 今夜 金色的雪花飘满京城 化作万家灯火 彩色的五环焰火绽放 天下一家四个字点亮夜空 再一次诠释一起向未来的美好西季 闭幕式视觉艺术总设计蔡国强说 2月20日晚 北京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 在国家体育场举行 世界上没有两朵相同的雪花 但世界也是合而不同的 张玲玲说 为体现这一理念 团队制作的每一朵 A2雪花都独一无二 形状各异 要在升空时实现完美效果 地平上的所有图案 都必须和虚拟图案 保持形态和点位完全一致 与此类似 星星五环的地面图像 也要与道具装置无缝配合 才能让观众觉得 五环仿佛就是从地面上被提起来的 回忆闭幕式创意和制作过程 主创团队成员们感慨万千 这是没有表演的表演 没有舞美的舞美 李斌感叹 此次开闭幕式将表演融入仪式 紧扣简约 浪漫 大道质简 所有表演和仪式都在一块冰上完成 可谓是罗斯可里做道场 把一种东西做到极致 让团队成员重新感受到纯粹 质朴的创作 2月20日晚 北京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 在国家体育场举行 每个环节都历经无数次调整修改 这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 但团队成员们总能保持热情 高度配合 闭幕式舞台总监刘阔说 正因如此 我们不断有新点子 增进画面品质和艺术性 冬奥会闭幕 圣火其实没有熄灭 因为更多火种已化作雪花 半风入夜 飘散到每个人的心力 异曲声歌壁 千门灯火银 今香挥别后 一起向未来 张艺谋道出他对闭幕式的理解